上星和太阳的摩蠟座朋友,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在这个双鱼座新月的影响之下,你们的农历二月会怎样呢? 有两个信息带给你们的 第一,如果单身的话,就算你们已经在拍拖的话 你的伴侣都会忽然之间对你好好的 如果单身的话,你们容易被人追 但是,你们之间会有一个严厉 那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 对你好的人,无论是单身也好,拍拖也好 他们会变得太浪漫主义,不切实际 太戀爱大那天 但是对于摩蠟的朋友来说,你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土星星座 你们做的事是很实际的,很脚踏实地的 你们看的事是看长远 而不是当下快不快乐 不是当下的sweet sweet 不是很难被戀爱充分透露 你们很理智,很冷静地想一下 究竟是开心就开心 但是长远的关系会不会稳健 有没有将来的,有没有饱饭吃的 有没有面包的 不是说真的爱情饮水饱 那你就算爱情饮水饱 但是饮水饱,但是没有饭吃 都会营养不良的,对不对? 所以你们之间会有一个分别在这里 所以说你们现在是单身的话 然后你是很想很想很想拍拖 那这里就提醒你了 你要小心因为你们这种太过务实的性格 会将人拒人于千里了 或者如果你们已经是戀爱的伴侣 他们忽然之间对你好好的 可能无端端送花给你 如果你是想保持你们的关系是良好 那你就不要做一些嫌三嫌四 嫌他好浪费钱,不切实际 不要有这样的留言 就是尝试去感受他们 这个是第一个讯息 第二个讯息就是更加特别的 就是说你们家庭的关系 尤其是父女关系 这次就没有说你一定要是爸爸还是女儿 父女关系是这个农历二月要去修补的东西 想想过往你们会不会对你们的女儿 或者你们的爸爸 会不会过往有点太厉害呢 太过严历呢 太过有时尖酸黑薄呢 太过要求高呢 如果有一些觉得之前是对不起女儿 或者对不起爸爸的这些事情 在农历二月是可以去修补的 我没有女儿的 不是没有女儿 我是没有女儿的 或者有些人可能来自的背景不同 可能来自单身家庭 或者由小到大和爸爸的缘分都已经是半张字 但是你可以尝试去想一下 尤其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面 有没有人是扮演了你们的父亲角色 我当是母兼父色 那也是父亲角色 或者有没有人像你的女儿 原来趁这个农历二月也是可以去修补这个关系的 最后祝大家在这个农历二月是可以平平安安的 底农就不忘了